12岁的姑娘即将嫁做人妇 可与她拜堂的丈夫却是一只大公鸡 而她真正的丈夫 还是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 成亲之后 萧萧不仅要做家务 还得照顾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 但她却丝毫不觉得辛苦 毕竟每天能吃饱饭 对她来说已是满足 萧萧日日夜夜期盼丈夫能早些长大 这样她就能和其他女人一样 有人疼有人爱了 转眼间几年时间过去了 萧萧虽与春冠一直同床共振 可是在她的心里 早已把春冠当成了自己的弟弟 看着春冠故作震惊的样子 萧萧只觉得脸上扫得慌 如今的萧萧女大十八遍 萧萧的模样让人看了多想联系 而花狗就是想联系萧萧的其中一人 她总是跑到萧萧的面前调戏她 对着她唱着情歌 涉事未深的萧萧拿惊得起她的挑逗 总是会被花狗羞得红了脸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萧萧的身体也慢慢开始发育 婆婆看着觉得十分爱恶 便用白布将她的胸部缠绕了起来 而这一年 被门外的花狗看得一清二楚 女孩嫩白的身体看得她欲火纹身 只能跑到河边宣泄自己的情绪 可她的内心仿佛有一头 无论怎么都交不灭 心里同样躁动不安的人还有萧萧 面对花狗的不断示好 她也逐渐注意到了这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甚至有些期待和花狗单独相处 一次进城赶集时 花狗更是毫不避贝的 当着春冠的面送给萧萧一个发家 两人的眼神交流中 也多了一股一样的情愫 这天萧萧带着春冠在外面玩时 突然下起了暴雨 萧萧只能带着春冠到附近的墨房躲雨 她看四下无人 便脱下十一副准备收拾一下 可就在这时 花狗突然闯了进来 直勾勾地盯着萧萧的身体 浑身湿透的女孩正解开身上的裹胸部 门外却突然闯进了一味壮汉 女孩见状连忙用稻草遮掩自己的身体 殊不知 这种若隐若现的诱惑 对男人来说最为致命 男人支走了女孩六岁的丈夫 让墨房开始运作后 便朝着女孩的方向走去 墨房的水流声掩盖了两人的动静 几个月后 萧萧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将春冠摘来的酸橘子 一个不剩的全部吃掉了 晚上 萧萧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花狗 花狗听后一哆嗦 连忙让萧萧把孩子打掉 可他们都不认识郎中 哪里去找打太阳呢 萧萧想让花狗带自己离开 可是花狗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 她对未知的生活充满了恐惧 根本就不敢踏出现在的舒适圈 还没等两人商量好对策 村里发生的大事就让他们吓破了打 隔壁的寡妇和外村的男人幽魂 被村里人当场抓住 村里自古以来就有规定 出现这种事 男人要被打断双腿 女人则要被沉堂淹死 在众人的围观下 男人的双腿被硬生生地打断 花狗在一旁看得冷汗直流 而寡妇更是被扒光衣服 丢进了堂里 萧萧看得触目惊心 导致她接下来的几日恶梦不断 而令她更绝望的事 这件事发生后 花狗居然丢下她一人连夜逃跑 萧萧终究还是被辜负了 彻底绝望的萧萧回到了当初那个墨房 用力地锤打着自己的肚子 试图以此打掉孩子 直到春关进来她才停止的动作 可是萧萧并没有放弃 这天爷爷带着萧萧进城 趁没人注意 萧萧偷偷地溜进了一座庙里 从供台上抓起一把香灰 然后迅速跑到了一口井边 见四下没人 她立刻大口将香灰吞下 伴随着冰凉的井水下毒 萧萧才彻底放下心来 但她万万没想到 这可是宋子观音的香灰 女孩大口大口吞下手中的香灰 想以此来打掉腹中的胎儿 可孩子非但没有事 反而还越来越健康 萧萧的身体日渐虚弱 干点活就会累得直不起腰来 奶奶盯着墙上的影子看了许久 像极了怀孕的女人 连忙叫萧萧过来看看 萧萧听后心里慌得不行 赶忙找借口走开了 回到房间后 萧萧心里越想越害怕 她知道自己的肚子大概是瞒不住 于是她连夜收拾了行李 迅速逃离了这个地方 在翻越一座山峰时 萧萧脚下一滑滚下了山坡 可是肚子里的孩子依然毫发无损 她亮亮呛呛地来到了河边 刚好这里有一艘船 萧萧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想要把船推离岸边 可是直到力气用紧 小船仍旧是纹丝未动 累得筋疲力尽的萧萧任命了 索性在船上睡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身处在熟悉的环境 萧萧被抓了回去 而婆婆正坐在门口放声大哭 自己养了她这么多年 可她却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 按照族里的规矩 萧萧这得沉堂 可奶奶却说这可使不得 一时两命会遭来报应的 于是村里的迷信救了萧萧一命 可是婆婆并不打算放过萧萧 没过多久她就找来了美国 想要把萧萧卖掉 但是媒婆一看到萧萧转头就走 大肚子的女人根本就没人看得上 得知自己要被卖掉 萧萧伤心地哭了起来 而这也使她动了胎气 奶奶只好帮助她先生下孩子 而婆婆依旧跟爷爷商量对策 最后爷爷决定 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就沉堂淹死 话音未落 奶奶就欣喜地走出了房间 可能是萧萧命不该绝 一个男婴的将领再次救了她 一家人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中 完全忽略了她的血缘问题 婆婆更是破天荒 给萧萧煮了两个红糖鸡蛋 一转眼又是几年过去 春关来到城里读书 只是同学们还在嘲笑她 家里有个比她大十岁的堂客 对此 春关感到无比的吃辱 当她放暑假回家时 许多年前在她身上发生的事再度上演 只是这次的主角成了萧萧的儿子 那个曾经渴望自由的女孩 也成为了封建习俗的场务 春关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一切 接受了新思想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小男孩 无法面对的她只能选择逃离 可是同样的悲剧仍然在继续